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27课 这就是Lesson 7 The Vasa 瓦萨号 英国是一个岛国 所以从三册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有过轮船的课程 包括什么泰坦尼克号 包括什么卡蒂萨克号 塞姆皮雷号 包括什么小船二课号 到四册出现瓦萨号 那么我们首先先打开书160页 咱们来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动作快些 160页 好 跟我念 Gallen Gallen Stockholm Stockholm Flagship Flagship Imperial Imperial Hurric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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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m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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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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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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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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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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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ght Might Triple F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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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ák Ou Là' responsibility OfC degrading Ferment Ferment Xeomorphic Ablaze Ablaze Pertray Pertray Drifting Drifting Churn Churn Penant Penant Superstructure Superstructure Majestic Majestic Muzzle Muzzle Freshen Freshen Squall Squall List List Port Port Ordnance Ordnance Heave Heave Starboard Starboard Counteract Counteract Steepen Steepen Ballast Ballast Inrush Inrush Baltic Baltic 好极了 这是我们这棵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按照惯例 我们还是先看一看这棵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那么第一个重要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 有新知识 有复习的 帝国的 帝王的 或者是皇帝的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imperial imperial 这个帝国的 帝王的 或者是皇帝的 咱们先看看英文解释 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 relating to an empire or to the person who rules it relating to 是与什么相关的 与什么呢 与一个帝国相关的 empire 表示帝国 或者是与统治帝国这个人相关的 就是帝王的 叫imperial 我们再大声再读一遍 imperial 看一些例子 你比如说 the imperial family 表示帝王的一家 就皇上 爸爸妈妈 留衣服 二舅 我们二大爷 对吧 帝王的一家皇室 或者发现这皇室更优雅一些 再比如说 the imperial palace 咱们以前翻译过 就相当于中国的故宫 帝王的宫殿 就咱们北京的故宫 可以用这个名字 再比如说 Britain's imperial expansion in the 19th century 那么英国在19世纪 当时帝国的拓张 帝国的扩张 expansion 就扩张 或者膨胀起来 好了 这是表示帝国的 帝王的 或者是皇帝的 可以用它 同根字 咱们也非常好记 首先第一个就是帝国主义 有的时候有贬义词的味道 我们大声读一下 imperialism imperialism 就是咱们常说的帝国主义 那么比如说 the age of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时代 这个age表示时代 大家很熟悉 再比如说 另外一个同根的词 就是帝国主义者 或者说形容词 叫帝国主义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imperialist 做名词叫帝国主义者 形容词就是帝国主义的 这个字形变化 大家非常熟悉 你像socialist 既可以表示社会主义者 也能表示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建设 叫socialist construction 就这么一个结构 帝国主义者 或者帝国主义的 比如说 the developed nations have all benefited from their imperialist exploitation 现在那些发达的国家 developed nations 都曾经从当时的帝国主义的剥削中获益 当时的英国 包括什么葡萄牙 那些猎强 都从帝国主义的剥削 剥削咱们以前见过 动词叫exploit 咱们在第十一课 如何变老里面讲过 名词叫exploitation 帝国主义的剥削 在这来说 那么还记不记得 毛主席说那句话 他说 all the imperialist schemes and intrigues are doomed to failure 咱们讲过 schemes and intrigues 这两个同一词联用 就类似中国说的阴谋诡计 所有的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注定会失败 be doomed 加exploit 注定会如何 这是帝国主义的 或帝国主义者 有新知识 有复习 这是把以前的知识 把它串到一块 这是第一个词 帝国的帝王 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好 下面有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飓风这个词 这是十四颗讲过 这是复习了 我们大声先读一遍 hurricane hurricane 这叫飓风 飓风指什么风呢 咱们看看详细的英文解释 复习 hurricane means a violent storm with very strong winds especially in the western Atlantic Ocean 这非常狂暴的这种暴风雨 伴随着非常强大的风 风特别强 especially 尤其指是大西洋西海岸的这个飓风 这种大的风 大西洋西海岸的飓风 叫hurricane 复习复习这几个著名的风 hurricane 十四颗讲过 在大西洋西海岸的飓风 尤其指这个地方的 还有一个叫台风 音语过来 叫台风 我们再读一遍 台风 台风 这个一般指太平洋西海岸的 这叫台风 都是表示非常大的 这个狂暴的风 这是位置不同 这叫台风 太平洋西海岸 还有我们讲过 cyclon 叫特大的 这个破坏性的这种暴风 是十四颗讲过 再大声读一遍 cyclon 好 还有我们说 突然刮起的一阵狂风 这个在本课书的圣词表中 也出现了 十四颗讲过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squall 突然间刮起的这种狂风 一会儿在本课书 二十七课里面就会出现 还有叫龙卷风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一听的声音就卷起来了 tornado tornado 这个tour 这声音本身表示拧啊 转啊 这个意思 龙卷风 还有我们说 小规模的晨暴 或晨旋风 大声再读一下 这个dust devil dust devil 沉旋风 当然跟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九阴真经啊 什么什么 社会灯通传里面 那个 铜诗铁诗 那沉旋风 是两回事 这我们这沉旋风 这种天气 叫dust devil 灰尘再加魔鬼 这次就好了 非常好奇 还有特大的暴风雪 还记得吗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blizzard blizzard 就美国那个暴雪公司 做游戏那个厂家 大家都知道 还有我们讲过的暴风雪 再读一遍 snowstorm snowstorm 还有大雷雨 雷暴 我们再读一下 fender storm fender storm 再加上雷那个词不就好了吗 还有我们说风暴 大声来一遍 windstorm 就把前面这个雷 换成风就好了 还有那叫沙尘暴 换成灰尘 再加暴风雨 在那里面 sandstorm sandstorm 好 这个词多数是复习 十日四刻 我们讲过之日的复习 这个词 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力量 威力 或者表示某人的权力 都想大声读下 might might 不要跟那个情态动词 可能搞混乱 这里是做名词 表示力量 威力 或者权力 咱们看看 它的英文解释 might is incountable 表示这个含义 是不可数名词 不能说两个权力 两个威力 抽象词不可数 它表示 great strength or power 力量 威力 或者权力 都行 咱们下面通过一些例子 大概看一看 看看一些例句 一些例子 比如说 I push the rock with all my might 我用尽全身的力量 来推这块大石头 rock 大块的礁石 with all my might 用了全身的力量 使出吃奶的劲来 这个might 注意不可数名词 再比如说 we fear the military might of the enemy 我们害怕敌军 他们的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 可以背起来 叫military might 这也是不可数名词 力量 威力 或者权力 可以用它 这是它当名词来用 它同时形容词形式 在本课书中也会出现 就是 mighty 强大的 有力的 或者宏伟壮观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mighty mighty 表示什么呢 very strong and powerful or very big and impressive 非常强壮的 非常有力的 或者非常巨大 而且壮观的 所以 强有力的 或宏伟壮观的 都可以用这个词 叫mighty 我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even a mighty express train can be held up by signals 甚至那些非常 强有力的那些快车 就是这个 马力强劲的 非常强大的快车 也有可能因为信号 而延误单个 hold up 表示单误单个 这是有可能被信号 所单个 那学过三册 同学还记得 这个句子出自三册的 三十七课 开往 温斯顿海温的快车 这是强大的 强有力的 动力强劲的 对吧 这是三册 那么本课书中 你看在二十七课 本课书中最后一句话中 课文的最后一句话 也出现了 在最初的光辉闪耀的那个小时里面 最初的这个时刻 这个宏伟壮观的 瓦萨号 瓦萨号这个帆船 这宏伟壮观都非常强大 而且漂亮 那么本来它的被设计出来意图是要统治这个Beltic海的 结果所有的旌旗招展飘扬的情况下 沉入了它所诞生的港湾里面去 这个Beltic就我们说的波罗的海了 本来是要统治波罗的海的 结果自己就了断了 出生的港湾里面 第一次守航就沉默了 这是宏伟壮观的 可用Mighty 还有一个更牛了 叫做全能的 在前面叫Al Al就相当All 相当All 一切都能 所有事情都能做全能的 这一般指上帝用这词不就多 我们大声读一下 All Mighty All Mighty 全能的 一般用它来称呼上帝 这是位置灵活 放前放后都行 我们大声读一下 God All Mighty 或者这么说 All Mighty God 全能的上帝 一切事情都能做 这是全能的 把这个相关词放在这 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里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有自根的词 就是动物形状的或者兽形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词 Zoomorphic 动物形状的或者兽形的 像野兽的形状的 什么意思呢 表示 Having the form of an animal 有动物的形状的 就是像是老虎 像是鹰 像是兔子 有动物形状的 我直接看是兽形的就行了 比如说 Zoomorphic Deity 一个动物形状的一尊神 Deity可以表示神 一个神 很多什么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 外貌像一只动物 你像龙神Pen 就是像个动物形状的神 叫兽形的这么一尊神 我们把神这个词读一下 Deity Deity 表示某一尊神 可数名词在这 这是动物形状的 这个词有自根 咱们把它分解一下 前面这个Zo在这不是指动物园 在自根里面意思就是animal 表示动物的意思 然后Morph M-O-R-P-H 记住这个自根 它的意思表示form 就是形状 我们IC是形容词自根 动物形状的叫zoomorphic 这次就特别好记了 举一反三的多看几个 你像动物学 这个ZOO是表示动物了 后面这个logy 咱们第一课就说会表示to study 研究动物的学课叫动物学 我们大声读一下 Zoology Zoology 这叫动物学 同样的动物学的 我们后面把那个Y 或者这个ICL 换成形容词自根就行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Zoological Zoological 动物学的就好了 再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无定型的 没有确定形状的 中间出现了这个Morph 这个字根 前面那个字母A 字根意思特别多 这个是个字头了 应该说 最常见的意思表示 not 不 没有 没有形状的 叫无定型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morphous Amorphous 这A做字头可以表示无 没有的意思 没有定型的 还有像Metamorphosis 叫做当名词来用 叫变形 前面这个Meta 这个字头非常常见 它本身就表示change 改变的意思 改变形状 叫做变形 跟老师大声在读辫 Metamorphosis Metamorphosis 叫做改变形状 变形了 是名词 还有像Polymorphous 这个Poly 表示many 很多的意思 很多形状 OUS表示得 所以形状来用 叫多种形态的 多种形状的 多种形态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Polymorphous Polymorphous 叫多种形态的 多种形状的 刚好是Polymany 再叫形状 再叫OUS就好了 所以这个有字根 咱们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这个字根老师就看到这里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宏伟的壮观的壮丽 这又出现字根了 我们大声先读起来 Majestic Majestic 宏伟的壮观的壮丽 先看英文解释 表示very big impressive or beautiful 非常大的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或者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这叫宏伟壮观壮丽的 叫Majestic 又大 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而且非常非常漂亮 宏伟壮观壮丽 可以用这个词叫Majestic 我们同样看下例子 The great ship looked majestic in her new colors 这首巨轮 在新上的颜色之后 看起来非常的壮观 非常壮丽 换人一心了 又大又美丽 叫Majestic 对吧 可以用它 咱们又说 This lovely village is surrounded by majestic mountain scenery 这个非常可爱的小村子 被那些壮观的 这个大山的这个景色 所环绕 Majestic 叫又大山 也不亲口 我可以用这个这样的 这首巨轮 着你 这首巨轮 它是真正的 很重的 就是 什么 这首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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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这首巨轮 那首巨轮 这首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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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这个本文中的Majestic也是宏伟的壮观的壮丽的 再读一遍 Majestic 注意名词是Majesty 形容词是Majestic 都来自于大 这Maj这个词根 还有呢 大家特别熟悉的主要的重要的或重大的 也是跟大相关 我们再读一遍 Major 主要的重大的重要的 还有呢 大多数也是跟大相关 我们再读一遍 Majority 大多数 这是Maj 再看Max做词根的 很多词 比如首先一个名词叫格言 我们大声度下 Maxim 叫格言 伟大的话 伟人说的话 很伟大的语言 叫Maxim 叫格言 或者座右铭 还有最大的 最大量的是个形容词 我们大声读一下 Maximal Maximal 最大的 The maximal number 最大量 还有它的一个同义词 叫Maximum G可以表现最大的 但它同时也能做名词 叫最大量 或者最大值 但Maximal 一般不能当名词来用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它的近义词或同义词 Maximum Maximum 最大的 或者名词 就是最大量 最大值 还有像 Climax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顶点 或者高潮的意思 这个Max 表示大 非常大 这个Cli 这个字头 表示Lean 倾斜倾向 倾向于巨大的 越来越大 向着大的方向来前进 是不是达到了高潮 倾向于大的 越来越高的 叫顶点或高潮 再读一下 Climax 非常好记 它这个反义词叫 Anti Climax 叫做突降 虎头蛇尾 或者令人失望的结局 这Anti 表示Against 对抗高潮的 跟高潮相反的 从高潮越来越下降的 本来中间是非常很好的 但结局出意料特别差 所以叫突降 或者虎头蛇尾 或者令人失望的一个结局 我们大声读一下 Anti Climax Anti Climax 这几个都跟巨大相关 我们把同根词同时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儿 好 下面咱们来看一个旧知识的复习 就是这个船或者飞行器的左弦 这个船上的这个各个部位 我们从三侧开始讲过很多了 船的左弦或者飞行器的左弦 用这个词大声在对面 Port Port 什么意思呢 The left side of the left side of a ship or aircraft to port 这个飞机歪向了左弦 这个tilt 叫船或者飞机倾斜 跟那个lean list 跟这个词类似 就飞机歪向了左弦 这个斜向了左弦 再比如说 The ship was leaning over to port 这个船呢 现在向左弦在倾斜 lean跟刚才是tilt 是进一词 也是倾斜歪斜的意思 船歪向了左弦 这是在这个一些例子 那我们再看本文中 本文中就是咱们160页的第二场 160页课文第二场 也出现这个to port As the wind freshened There came a sudden squall And the ship made a strange movement listing to port 当这个大风突然间变强的时候呢 突然间来了一阵狂风 并且这个船呢 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 这么一个动作 倾向了左弦 这个list跟刚才那个lean 还有tilt是进一词 都是歪斜倾斜的意思 追踪狂风 或者这个挂的船 突然间奇怪的动一下 歪向了左弦 向左边倾斜过去 这是to port 向左弦 是这么一个 我们同时复习一下 这个船上各个地方的这个称谓 左弦和右弦 在本个书都出现了 分别大声读一下 port 再读一下右弦 stubboard 还有我们说这个船舵和船上的铁毛 分别读一下舵 rutter 毛 anchor 这是船上的部位 还有桅杆和甲板 先读一下船桅杆 mast 在美国把r本成a这么读也行 mast 所以mast mast 都会听到船尾干 发a是美式发音 还有船甲板 这个音是美式一样 大声嘞没 deck deck 还有船体 就船壳或者船舱 读一下船体船壳 how how 这在第七课 蝙蝠那颗书咱们讲过 再读一下船舱 cabin cabin 老师说过不要读cabin 因为这个字母i不是发 i 而是发a n 在那边 cabin cabin 好记得 还有船头船尾 这在十八个海豚那颗书咱们讲过 先大声读一下船头 bow bow 再读一下船尾 stern stern 好 这是27课 几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在哪儿来先看一看 其他一些比较简单的 用法不复杂的词汇 咱们一会在课文上下文的语境中 再详细讲解 好 27课生词和端语部分 跟老师就学到这里